一只小小的土丸 成就了一方风味 这种土丸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 有一种土味十足的土丸菜 在当地十分受欢迎 当地人称之为土扣丸 那个要想吃好饭 都必须说有这个土扣丸来下饭 饭不能吃 口味一定要吃 我们俩上去来 什么事情都不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土扣丸 武陵镇的土扣丸 通常是指当地特色风味的 粉蒸羊肉 排骨和肥肠 无论食材怎样变化 用土丸成菜是一定不能变的 因为有那个土味 它那个蒸出来的口味 它才有那个土味 所以我们叫土口味 土口味它体现的什么 就是有土质 一个土不仅仅是说的 它个口味土 所以它是唯一的这些土 对 不是一个土 从外形上看 土扣丸既没有奢华的外表 更能有精致的配菜 为什么土味 会是这道菜的美味密码 土扣丸里的土味 又到底是什么 带着疑惑 味道调查员来到武陵镇的 一家扣丸店内 看旁边那桌 保守估计它那个桌子上 应该至少有十几二十碗的 这个扣丸 应该很好吃 我先尝一下 姜辣味十足 杨子坑的熟的 有熟的要不 邓道平经营这家扣丸店 已有二十多年 深谙土扣丸烹饪之道 店里每天要卖出 三千多个土扣丸 邓道平说 要想了解土味的精髓 就得让味道调查员 开开眼界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垒子 这用来给盗骨脱壳的 用这个来脱 那咱试试行不行 这个我认识 这是生子是不是 生子 直接倒啊 里面这个大洞还挺深的 你看 你撵着我看看 小心一点 那我躲远点 你能看到 那里边再往下掉 咱们这往下飞的 就是这个倒骨壳的 你看 这个米是米 这个壳是壳 是不是 邓道平年米所用到的工具 名叫龙墨 龙墨主要是由木头和竹子 制作而成的 工作原理与石墨相仿 为什么要用这个 咱们用机器不行 不比这块多了 机器没了 没这个 没这个香 没这个香是不是 对 用龙墨粘米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 大米粒上的胚芽 而大米胚芽 就是稻米的精华 也就是邓道平说的 手工粘米香的原因所在 我看你这个汗珠子 都掉下来了 要不然我帮一会儿 你不行的吧 我试试好吧 我来试一下 开始了 您先帮我来 咱们先找个感觉 还挺轻松的呀 你怎么缩手了 脱壳后的稻谷 还需要经历风车过滤 石就捣碎 才能成为米粉待用 如果说手工粘米 是邓道平制作土扣碗的基础底位 那接下来就轮到土扣碗的灵魂力量 登场了 咱们这烧火要干什么呢 待会儿啃辣椒 什么叫抗辣椒呀 就是用这个碳的灰 把那个辣椒在一起把它抗上 也就是糊辣壳 糊辣壳是什么东西 这个辣椒把它抗糊了 成为糊辣 糊辣壳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我觉得您做这个菜的每一道步骤 都挺辛苦的 刚才付出的是体力 现在付出的是耐力 我现在就要忍受这个热浪 不断地袭来 太热了 人辛苦一点 但是做出来它好吃啊 那个辣椒香味也好一些 咱们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汤灰拿过去 烤辣椒 直接倒啊 直接倒 哇 这可以吗 可以 现在用船子船 把它和一下 现在咱们算是炒辣椒了是不是 对 好香啊 这个辣椒的香味铺上来了 真的好香啊 我忍不住 我想透过来拍我来闻 从来没有闻到过这样的辣椒的香味 你像我们平时闻的那个辣椒的香味 都是煸出来的 带点辣油的香味 但是这个香味好像是 有点那个炭灰的烧烤的味道 掺着这个辣椒的香味 好香啊 还有点烫呢 能捏碎耶 好脆哦 辣的 炕到了 特别的辣 有一股那个炭火烧过的那个糊味 辣椒经历过炭火炙烤后 颜色逐渐变成黑红色 散发出独特的椒香味 很是辣椒 邓道平说 接下来的操作 不仅辣嘴 更辣手 我们现在把辣椒搓碎 你看我给示范你看一下 这个辣椒拿来水晶的一搓 这样搓是吧 大概要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比辣椒面粗一点嘛 辣椒壳这种 这一框都必须要搓成这样子 这才能叫真正的胡辣壳 觉得我的手现在已经火辣辣的了 鼻子上在享受着这个呛然的味道 手指也没有逃过这个辣椒的这个魔咒 有点疼 有点遮得有点疼 你不会被呛到吗 已经乱习惯了 蕴含香土气息的米粉 以及带有碳灰味道的胡辣壳 就是制作土扣碗的灵魂调料 将羊腿肉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大块 除了能满足大口吃肉的爽快 同时也更方便了接下来的腌制 首先我们加盐 姜 加油 这个我老朋友了 这是我们刚做的这个胡辣椒 现在就可以揉了 这个动作很快 我看您揉肉的这个动作 这里就是还有一点力 腌肉料的加入 增加了羊肉味道的层次感 再用手不停地搅拌 香味物质渗透入肉中 肉鲜味进一步得到释放 好 现在我们就搭米粉了 这个米面放进去以后 就开始这样捞是吗 把它捞匀 整个体系就膨胀起来了 油也被收在这个米面里面了 被米粉吸收了 接下来就要用土碗装羊肉了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土碗作为容器呢 下一步我们就要装碗了 咱们这个碗也很有意思 这个小小的碗 土碗嘛 为什么要用这个碗来做呢 土碗蒸菜的就比较香一些 邓道平说 土碗透气性较好 会影响蒸菜的口感 而且土碗也是武陵镇人的集体回忆 武陵曾是长江边重要的水运码头 这里烧制出来的土碗 价格便宜 质量好 通过长江水运远销四方 而武陵镇的家家户户 也都习惯用着本地产的土碗 时至今日 虽然土碗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 但土碗依然能让武陵人倍感亲切 羊肉装入土碗后 再加少许水 上笼蒸制半小时 土扣碗风味集成 羊肉紧实弹牙 再加上麻辣调料 味蕾蹦出愉悦的信号 土碗的东西大家都认为 蒸出来的味道原汁原味 给一段时间不吃的话很向往 这个苦的碗味道巴似的很 二十多年来 靠着这份做土扣碗的手艺 邓道平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 也让五味俱全的土扣碗 成为武陵人最喜爱的 家乡味道 这份做土扣碗